欢迎大家收看乔林日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我们看看后面的背景 Termino One的Departure 很漂亮 还可以看到飞机 今天要来跟朋友用餐 跟大家介绍下我们吃什么餐点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今天的餐点 要开动 耶嘿嘿 首先跟大家介紹這個茶 這個茶是菊花茶 應該是用杭州的菊花下去做 然後吃起來 喝起來蠻清淡的這樣子 然後跟大家介紹的第一道菜 這個是四大他們主要的特色菜 四大美人的其中一場 叫做 脆皮蝦腸粉 給大家看一下鏡頭 這個是脆皮蝦腸粉 它裡面有滿滿的蝦子在裡面 然後這是脆皮蝦腸粉 它吃起來還滿油脂油脂的 然後裡面有整整的蝦子在裡面 然後還有就是有油條在裡面 就是酥脆酥脆的感覺 然後吃起來脆脆卡滋卡滋的 感覺像油條的口感 可是它是先裹蝦子 然後沾那種麵包粉之類的 然後再用這個腸粉下去包裹 所以它這樣子有那種 吃油條的那種感覺 酥脆感在裡面 這個菜要給9分 給大家做炸口囉 然後接下來跟大家提醒這個 叉燒酥 這個菜呢 是叉燒酥 它是那種很脆的感覺 咬一口之後呢 裡面長這個樣子 它這個叉燒酥啊 裡面味道感覺香香的 然後有那種 蜜質配方在裡面的感覺 然後它是偏甜的叉燒 然後它是偏甜的叉燒 它外皮啊 是那種非常脆脆的感覺 有點帶吃月餅的那種 餅皮 這個叉燒酥本身會給8.5分 給大家做餐頭囉 好接下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這是炸點的其中一個 有點像蘿蔔糕 還是芋頭糕 可是它又有點像炸豆皮捲 嗯 好我先吃給大家看 它這個側面的醬 有點像蘿蔔糕 嗯 嗯 嗯 它很像迪貴 炸麵糕 然後裡面有 那種一顆一顆的那種蔬菜 柏奇有沒有 這個是柏奇這樣 然後吃起來脆脆的 這口感很特殊欸 我本次把它翻來給大家做參考囉 好接下來跟大家介紹這個 蛋塔 好昨天要吃這個蛋塔給大家看 這是它蛋塔的側面 它有一點點奶香味 然後偏甜偏甜的 不過它裡面不是有那種椰子 葡萄乾那種蛋塔 這比較偏那種港式蛋塔 不是不是蛋塔 這蛋塔本身很搶手 所以要點的話要五塊點 然後這個本身我會給8.5分 給大家做參考 好接下來給大家介紹這個 這個是 芋角 裡面是芋頭的芋角 然後這也是炸的點心 給大家看 這個是芋角 它裡面炸的樣子欸 裡面味道是鹹的 沒有那種芋頭味在裡面 裡面 裡面感覺有包叉燒肉 所以這好像不是芋角 這是叉燒肉 給大家看 裡面這個都是叉燒肉 這會給7分給大家做參考 它是偏鹹的點心 如果喜歡吃鹹的話 我會推薦吃這個 好 以上就是今天的茶樓 我們今天茶樓一直來到這家 三中兩間茶樓 是新加坡的在地傳統美食 然後它現在已經開到第四代樓 那我們今天來這邊採點 然後先推薦給大家 那我們有下一次的機會的話 我們會在這邊採訪 對 然後再給大家介紹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那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記得按讚 按訂閱 按分享喔 還有記得開啟小鈴鐺 我有影片上傳的話 也可以在第一時間通知你喔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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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